大家好 这是陕西省咸阳市的 李泉县 燕霞镇 我所站的位置是燕霞步行街 现在是下午的三点 我打算逛一下 昭陵博物馆 就在前面 一墙之隔 燕霞镇人口有三万多人 这边著名的景点有袁家葱 还有一个就是昭陵博物馆 昭陵是唐太宗李世明与长孙皇后的合葬 整个陵区面积的话有30多万 这边的话也属于 昭陵陵区 这条马路是108国道 有时间你可以转一下 这边到处是那个非常大的逢种 特别多 马路对面就是昭陵博物馆 这个博物馆是国家31级旅游区 整个博物馆占据面积是 53亩 建筑面积是7000平方米 成立面积是2000平方米 它是专门展示出唐文化以及 历史的一个专期性的博物馆 这个博物馆里面还有一座李伯木 这个博物馆成立了好多 块木质 都是从昭陵里面 出土的 整座燕霞镇被改造成了 唐峰古镇 这边特别吵这个街道 因为货车太多了 这个博物馆的话需要买盟票 不知道多少钱 盟票40 我上次来免费 我已经进到博物馆来了 两边的话 都是一些博物馆 展示的是昭陵出土的一些 木质 还有壁画 等木屋 整座昭陵区的话 周长是60公里 占地院级约200平方公里 总共有陪葬木的话是180余座 他被称作天下明陵 整个昭陵是我国帝王陵园中面积最大 陪葬木最多的一座 帝王陵 整个昭陵 持续建设了107年之久 所以 这个陵区的话面积特别大 刚才说错了 这个是唐代名将 徐茂公的墓 眼前看到的这块碑是 徐茂公的神道碑 整块碑的话通高是7.5米 它是昭陵陪葬墓中 最高大的一块神道碑 走近看一下 上面的字依稀可见 当年徐茂公 还有 善崇姓等 在瓦冈寨的话 巨异 后来归唐 被 高祖李渊赐姓李 这块碑是 唐高宗李治 玉碑 玉制的 亲自写的 这个最上面写的是 大唐故司空上 祝国 赠泰位 英征武 公碑 这块碑的话特别特别高大 现在害怕倒 用这个 钢架的支撑着 上面的字的话 是依稀可见的下面 最上面的几个字 是特别清晰的 因为比较高 皇帝当年 亲手给写的字 这个是 整道 再往后走就是 徐茂公的大墓 中国三大碑林之一 昭陵碑林 大墓的前面 分别有 武官雄和 文官雄 边上有石阳和石虎 徐茂公石虎 这些外面放的都是一些 昭陵出土的一些 文官雄 武官雄 还有一些杯座 好多的头部都不见了 因为头部是石头上最 薄弱的一点 因为比较细 所以都没有头部 这个是 石阳 武官雄 它是 星辰公主墓 发现的 这个是 浴池 静德 目前的 看一下石阳石马 边上还有一只石虎 这都是石阳 有大有小吧 可能根据你 覆的规格而定 这个是 浴池静德 目前的石阳 中间这个石马 特别高 就和 蒸马大小差不多 雕刻的纹理 特别清晰 这个石阳的话 和我一样大 计较 这些都是石虎 现在先逛一下 昭灵的 碑灵 里面展示了 木质 四十余件 还有一些石碑 这些石碑有 过去的名称 像 房玄灵 它还有 那个浴池静德的 木质 等等 还有一些公主的 特别的有价值 浴池静德的 那个木质的话 特别大 还有房玄灵那个 墓碑也非常的高大 现在进去 这都是一些 墓碑 123456 有个石碑 这个是 王军厄的 大墓 下面展示的是 木质 它出土于1972年10月 中间这个展示的话 特别的雄伟 看一下这些高大的石碑 这个是 房玄灵是 出唐石碑的名城 这些碑的话 高度在两三米 浴池静德北 房玄灵北 李静北 这个是浴池静德的 这个是房玄灵的 中间展示的 就是 浴池静德的 木质 这个是木质盖 特别大 这个木质应该是 所有木质里面 最大的了 展示在 最中间的位置 这都是有名文的 木质就是 牧主人的身份 比如说 来年出生的 做了什么事情 这几年 定世的 就是他一个生平 一个简历吧 大概 这个是 浴池静德 夫人 苏氏的 木质 上面的字 特别清晰 这些碑的话 都是一些名家 给写的 王智敬 所述的是 李静碑 还有 玉池静德 碑 翁燕博的碑是 欧阳雄给书写的 这边还有 几块碑 这一块是清河公主的 墓碑 这块是 兰林公主的 过去 石墓就空 像这些木质的 最早是没有啥价值的 因为它就是石头 盗墓贼的话 一般倒一些 金银珠宝 后来的 他们 木质的话 也会被带走 因为现在这个木质的 也非常的有价值 这些 昭陵博物馆的 木质出土的都比较早 所以都保存下来了 过去一般 这些木质没有要 现在这些的话都比较强熟了 已经 这是第二个展厅 入口 这边还是 碑林 漂亮 这边的话展示的是 熊川俊公主的 木质 这都是壁画 继续往下 这边全是木质 尹 未归妃 木质 昭陵六军碑 这块碑的话是唐太宗昭陵土碑 这个碑上的话是 昭陵的那个地图 还有好多字 太清晰了 上面写着 唐太宗 昭陵图 广 逛完 碑林 现在逛唐墓壁画 过去唐代的墓葬里面都会有壁画 大型墓葬里面 整个墓道里面都是壁画 还有巫室里面 特别精美 这个昭陵培葬梦天后挖掘了39座 其中有壁画 404幅 约有800平方米 揭取了99幅 约500平方米 唐代的人物都比较胖 生活都比较好 好 这个是模仿的地宫 这个是牛车图 太精美了 织女图 这都是视女图 过去 在唐代的生活小节都比较好 这个是 千码图 这些都是从木道里面揭取下来的壁画 过去的话以胖为美 所以杨桂皮的话也是比较胖的 你看这些视女都比较胖 在唐代的话是比较开放的 不是特别的一样 比较与 绝盛 我们下期会讨论 约1 这是大墓里面的棺果 石果 整个石果 过去都是用雕刻的 棺材就放在这个石果里面 它那个石果是模仿过去的那些 房屋建造的 有门有窗户 人的话就在里面 这是最后一个展厅了 房屋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 它建于公元618年 结束于公元907年 历经的话290年 而是一个皇帝 前陵 敬陵 剑陵 昭陵 登陵 崇陵 县陵 桥陵 这个是昭陵的沙坝 最高点就是九宗山 这个展厅都是一些唐三彩 好了各位 今天来到了陕西省咸阳市 李泉县的燕霞镇 花了40块钱逛了一个昭陵博物馆 这跟昭陵博物馆的特别好 都是一些唐代的珍贵文物 A0 壁画呀 还有唐三彩都很漂亮 咱们下个视频见 天也不早了 我得走了 拜拜各位